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我们见面了 之前的时候啊 我给咱们朋友们去聊过 那么关于矿源黄芙酸钾 它的一些优势 但是咱们很多农户朋友啊 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啊 去使用 实际上黄芙酸钾呢 如果说用对了时间 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如果说时间上用不对 那么这个相当是白花一个钱 起不到多大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期啊 我们就来聊一聊啊 矿源黄芙酸钾 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 去使用 矿源黄芙酸钾 在这个整个一劲啊 这个最适合使用的一个时间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苗期啊 咱们就拿番茄来讲 由于上一茬啊 咱们使用了无数次这个肥料 突然这个酸化情况呢 比较严重 或者说咱们底肥啊 已经使用了一些鸡粪啊 或者是羊粪 那么经过这个焖棚以后啊 那么突然呢 也存在这个生理酸性啊 或者是盐分啊 比较多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呢 咱们拿番茄来讲呢 就是啊 这个番茄从第一次开始水肥管理的时候 然后呢就可以去配合这个黄芙酸钾啊 去吸湿啊 图案中的这个盐分啊 包括去调理这个图案中 那么固定的一些链和钾 给它激活一下 这是第一个时间 那么在第二个时间呢 就是说这个果实啊 一般在这个蓬大气的时候啊 大家知道啊 蓬果呢 一般需要高钾肥呢 比较多 快换黄芙酸钾呢 有利于这个钾肥的一个吸收 如果这个时候呢 再配合一些凹和它的钙肥啊 又可以去预防一些这个裂管啊 或者是气腹病 可以说这个黄芙酸呢 有这个增效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第三个最主要的一个时间 就是转色开始上腾啊 这个时间段 那么用黄芙酸钾以后呢 提升这个口感呢 包括果皮的这个硬度 果实的这个含糖量 提升的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呢 整个在这一茬作物里面呢 一般价值的就是使用三到四次 就可以了啊 那么剩下的这个时间多少 你使用几乎呢 就是起不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啊 有点这个白花钱啊 有点浪费 好了 希望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根据本期 所介绍的啊 矿源黄芙酸钾 所使用的一个时间段 来合理的去使用 矿源黄芙酸钾